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新闻快讯 4月最新的绿卡排期表出炉了 职业移民中EB3的表A表B终于前进了 且已接近或创造了历史最佳水平 然而亲属移民绿卡持有者 申请配偶及子女的F2A 疫情后首次出现排期且大幅倒退 这个类别原本是中国申请人难得沾光的无排期类别 4月是这个类别时隔多年后 对中国申请人首次出现排期 表A排期为2020年9月8日 考虑到大幅度倒退出现排期 身在海外等待排期申请移民签证的婚姻绿卡申请人 也许得考虑一下先来美国 在美国境内来继续推进绿卡申请了 另外EB4特殊移民及宗教工作者类别出现大幅倒退 达到1249天 根据ASIS在最近的推特上的解答 持有商务或旅游签证B1和B2签证的个人 可以找工作 也可以参加面试 但未来的雇主必须确保雇员 在开始新工作之前改变其签证类型 获得工作签证 如果申请人被雇用 必须提出申请和改变身份的申请 只有在其新的工作身份被批准后 才可以开始工作 如果身份改变被拒 那么申请人必须离开美国 通过HEB签证重新进入美国 周二 高397米的纽约新地标建筑 范德堡1号大楼 于出现剧烈晃动 93层楼内的办公人员纷纷紧急撤离 目击者称 听道巨响 这座大厦的工作人员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21日下午 大家突然感觉地板发出了强烈震动 吓得急忙逃出大楼 甚至有人担心大楼是不是要倒了 负责大楼物业工作的公司发表声明称 楼体之所以晃动 是因为当时正在维修电梯 并强调建筑物绝对没有倒塌的风险 但此次事件的一些亲历者对这种说法并不买账 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把成因归结为电梯故障 感觉是在轻描淡写 该建筑使用的玻璃电梯是全球最大的透明电梯 游客搭乘透明电梯可以一览曼哈顿美景 连纽泽西州根布鲁克林的景色都一览无遗 进入大楼的门票为39美元 若要搭乘透明电梯门票则为59美元 今天 加拿大有一批人突然在邮件或者CRA的网上账户收到了税局通知 说是福利金被抵消了 该领的福利金被自动停止 很多人都紧张了 因为有些家庭依赖这些钱过日子 加拿大税务局CRA发布最新提醒 当局已经恢复了追债活动 这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福利 信用和退款付款 随着最近报税季的启动 CRA今天重申其正在恢复抵消流程 因为可能有更多人的退税会受到追债影响 这些扣除尤其适用于与COVID-19福利相关的债务 3月22日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当天表示 根据美菲两国于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他将很快正式宣布这四个军事基地的地点位置 这些基地将分散在菲律宾全国各地 路透社和法新社猜测 新增的四个军事基地大概率会位于旅宋岛 地点靠近中国的台湾岛和南沙群岛 此前有专家认为 扩大基地使用权本身并非大事 但对于台海或南海问题却意义重大 是美菲预全力推动联盟现代化的信号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过去曾表示过 他预计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关系将加强 但排除了重启美军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的前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他还明确指出 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设有军事基地是违反菲律宾宪法的 Zellers即将开业的消息一直引发消费者关注 人们期待非常实惠的的服装价格 但不料想Zellers开业之前抛出的第一枚重磅炸弹 却是食品 Zellers是一家加拿大连锁廉价商店 总部位于安大略省宾顿 该公司于1931年成立 1978年被哈德迅曼公司收购 多伦多的Zellers今天就重新开业 餐车停靠在释迦堡购物中心 准备好为粉丝们提供他们的五种经典菜肴 这下Costco可要欲敬敌了 美联储周三批准再次加息0.25个百分点 但暗示银行系统的动荡 可能会使该央行比两周前预计的更早结束加息行动 最新利率决定标志着美联储在过去一年中 为对抗通胀的连续第九次加息 此次加息将使基准联邦基金利率达到4.75%到5 为2007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在上周银行业压力加剧后 官员们曾考虑过在本次会议上不加息 他还暗示周三的加息目前可能会是最后一次 具体取决于在本月早些时候发生银行挤兑事件后 任何放贷收缩的程度 监管机构两周前接管了硅谷银行和另一家机构 Signature Bank并救助了没有保险的储户 以避免造成恐慌 3月21日 谷歌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因发现拼多多在谷歌应用商店的的多个版本中 存在恶意软件问题 已经将这款APP从谷歌商店下架 谷歌公司发言人埃德·费尔南德斯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经通过Google Play Protect 对在谷歌Play商店之外发现的 含有恶意软件的拼多多应用 进行了处理 出于安全考虑 该应用的Play版本也已经被暂时下架 埃德·费尔南德斯还表示 谷歌公司将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将拼多多APP下架是一种安全预防措施 Google Play Protect 是谷歌为安卓手机提供的恶意软件防护服务 以阻止用户安装这些恶意应用程序 并警告已安装这些恶意应用程序的用户 提示他们尽快卸载这些应用程序 对此 拼多多在电邮声明中表示 谷歌的声明不具有决定性 并称谷歌同时暂停了几款应用程序 但拼多多并未对此做出更详细的说明 首都华盛顿街头迎来为其四天的樱花圣花期 标志着春天的到来 华盛顿纪念碑 马丁路德金纪念碑 同盛开的樱花交相呼应 潮汐湖畔呈现一片粉色海洋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赏鹰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宣布 预计华盛顿樱花于3月22日至25日进入盛开高峰期 花期通常会持续数日 华盛顿特区的樱花树是日本于111年前赠送的礼物 每年都会吸引上百万游客 盛开高峰期受到气温等因素影响 自有记录以来 开花高峰最早出现在1990年的3月15日 最晚则是出现在1958年的4月18日 加拿大多伦多53岁华人女律师战柔润 在3月3日晚突然丢下她的豪宅豪车和金领工作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当地知名的律所的老板 她已经差不多三周没有露面 亲人朋友全都联系不到她 当地警方也认为她失踪情况非常可疑 案件已移交给凶杀和失踪人员部门进行处理 但柔润今年53岁 身材中等失踪时身穿米色毛领外套 黑色长裤 手提一个红色旅行带 朋友形容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朋友透露但柔润未婚也没有孩子 父母至今仍居住在中国 Sib News报道 警方目前认为但柔润的失踪非常可疑 有很多非同寻常的疑点 已经将案件移交给凶杀和失踪人口部门处理 一些信息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使他们相信这个特殊案件的情况不同寻常 不符合特征 令人担心的是 有人怀疑或有可能是谋杀 调查人员还表达了这一重要观点 但目前不愿透露更多细节 受影响差人员的